哈囉,大家好,我是Takesi 啊,超熱的 我現在在東京站 然後呢 其實我上一部影片有講 就說兩週後我會出來就是小旅行一下 那其實 為什麼會有這次旅行 就是主要是想做 就是大概是目前日本國內就是 就是最後一條就是純就是臥鋪的火車 什麼叫就是純臥鋪呢 就是它最便宜的票 就是它最便宜的位置 也是就是可以躺平睡的那種 然後就還有使用小的小房間的這樣子 然後呢 但我就大概一個月去訂到了就是 怎麼講就是 就是最好的那個房間 所以就是 這次就是 這次有這個旅行的原因也是為了 坐這個火車 那 坐這個火車去了目的地要幹嘛呢 那其實 目的地在島根縣 在出雲市 其實怎麼講那邊不是 傳統的日本的旅遊聖地 那 可是那邊有一個很有名的世界遺產 就是也是好像據說是 最靈的那個神社叫出雲大社 所以我就想說 OK那就已經到那邊了 就再住一晚 選了一個比較好的溫泉飯店這樣 然後再住一晚這樣 OK 那 我現在大概要先去買 因為整個列車大概12個小時 所以我大概先去要買好明天的早餐 因為今天晚上9點50分 現在出發 那明天第二天早上的10點 到目的地 最後待會再跟大家看一看 列車裡面的狀況 因為我也沒有坐過那個火車 但是至於說是非常的漂亮 然後我現在就先去買 我明天早上的便當 OK OK 那我現在就去買便當 哇 這個點時間其實人還蠻多的 就是 我每次來東京這樣感覺都會迷路 然後就是 覺得很不好找地方 就不管我來幾次我都會迷路 但其實我也很少來了 OK 到了便當站了 我現在去看一下買什麼便當好了 等一下我檢查一下我車票還在不在 OK我車票還在 吃什麼呢 雞肉飯 雞肉飯 好像看起來還不錯 嗯 這牛肉飯 好感覺都賣到已經 快沒有了耶 就大概這個點就是 大家該買的都買完了吧 嗯 嗯 嗯 這是雞肉飯 嗯 這是雞肉飯 豬肉飯 都 哎呀 這是什麼 哦這是牛肉 嗯 好難選的 嗯 好難選的 這邊是比較合適的 這些魚肉之類的 都賣得差不多了 好啦 隨便選一個了 哇 終於到了 終於到了 終於到月台了 真的是 這東京實在太大了 找了半天都沒有找到 現在好像是車要進站了吧 就是 所有人都在拿著 手機在拍 好像真的是耶 欸 是耶 是耶好像是耶 耶 日出 日出 日出雲號 我現在在11號車 OK OK 我們要上車了 人也太多了吧 其實網路上的訊息是說 9點36分 進站 可是今天好像 早一點 現在幾點 現在是 21點25分 好像還要等一下 感覺今天是禮拜四耶 怎麼出去玩的人還那麼多啊 OK 進來了 進來了 11號 11號車 啊 11號車在這邊耶 11號車在這邊 喔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這個房間耶 這個你們又不覺得像那個叫什麼 柯南裡面就是那種 就是 就是那個 隨時會 啊我是24號房間 就那個 案發現程 等一下 24號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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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進來了 OMG 也太寬了吧 真的在網路上看到的一模一樣耶 可是你知道 在外面在看到 從裡面看外面的感覺真的不一樣耶 就一張床耶 OMG 還蠻寬的耶 喔 這台車網路上看的是一樣的 還有睡衣 然後有一些 牙刷什麼的都在裡面 還有這拖鞋 還蠻齊全的啊 這房間也太大了吧 喔 這邊可以鎖門 這邊是什麼 這邊是冷氣耶 我還以為是冰箱耶 OK 這就是一個小小的 就是 商務 飯店的房間一樣大小啊 好 OK 我看一下這個就是 Sunrise Express 日出出雲號 它的這個包裡面有什麼 牙刷 可以在這裡刷牙耶 牙刷還有什麼 有一塊毛巾耶 這個毛巾只有這個房間才有啦 就是 像這種 就是這個房間其實只有六間 然後就是 它才會配就是毛巾什麼 其他的那種房間就要自己帶 還有書 我 洗頭洗澡的 這應該是女生用的吧 綁頭的東西吧 這是那個浴帽 我頭髮那麼短是不用的 還有紙巾喔 喔不對 是裝寫的 還有紙巾 這個是紙巾啊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用到 這個也不用了 JR 這個我在其他的 Youtuber上面有看到 就是 洗澡用的香皂醬 如果你不洗 就是 喔對齁 它是高絲的耶 這洗澡 然後這個洗頭 然後是 還有 擦臉用的東西耶 不過我不用 這也是高絲的耶 還不錯耶 它也是只有這個房間擦臉 喔 OK 這個就是 洗澡卡 就是 只有這個 這個房間 就最高級的這個房間 才會免費給一張 其他好像是310塊日幣一張這樣 嗯 還有什麼 喔 還有T恤刀 我是不用它的啦 這個是 喔 T恤用的那個 就是 泡沫 OK OK 差不多就 喔 還有個什麼東西喔 喔 洗面了耶 這也是高絲的耶 OK 大概 OK 沒了 就這些東西 就這些東西 OK 那我要先去洗澡喔 洗完澡再跟你們聊喔 我先帶你們去看一下那個浴室好了 等我一下 OK 我現在就拿香皂 洗澡卡 刷牙在這裡刷好了 然後就 嗯 對 就是 洗頭洗澡就好 OK 喔對 毛巾 然後 OK 那我現在去洗澡 哇 喔 隔壁房間耶 隔壁是 喔隔壁也是有一個房間 我以為都是我的耶 然後這邊就是你可以給你的房間 就是設定那個密碼 嗯 嗯 好了 等一下我試一個密碼 OK 就是設一個密碼好了 等我一下 OK 這樣就鎖起來了 OK 然後浴室呢 浴室呢 大概就是 在這邊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因為我大概看了很多遍 OK OK 這是我的房間 24 然後 浴室應該在這邊 喔對 在這裡 浴室在這裡 哇 哇 還沒有人用耶 哇 而且它設計還蠻人性化的 就是你東西可以放這邊 然後 東西你可以放這邊 然後你就是 再進門去洗澡 欸 這樣還蠻人性化的耶 這樣就不會弄濕耶 太厲害了吧 等一下 我先把這個扣起來 OK OK 然後我的 卡 OK 它不是顯示六分鐘嗎 怎麼沒有啊 喔 在那裡 六分鐘 可以洗澡六分鐘 OK 那我洗澡囉 洗完澡再跟你們講喔 拜拜 哈囉 啊 洗完澡回來了 這衣服有點太小了 可是它 我有問它也沒有 就再大一號的衣服 所以就是 這樣 就是 穿這樣子吧 啊 然後就是 就你看到外面就是 一直 在就是往後 移動的風景的時候 你覺得就是 你都不覺得你在電車裡面 因為你就覺得 這是一個房間耶 這是一個就是 Hotel 的一個房間 可是你 可是明明你就是在移動啊 就這種感覺還蠻奇妙的 所以就是 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去想 自己的一些事情 因為 就是 接下來十二個小時都會在 這個車上 然後 我 帶了一本書這樣 然後 就是可以 啊 在今天晚上 不會看太久吧 就稍微看一下 然後就是 明天早上起來 吃完早餐在 因為明天早上其實要到十點才能到 那個目的地 所以其實還蠻久的 那其實上 在上一支裡面 其實我有 簡單聊一下 就是 對於就是 自己就是 接下來的人生 或者是 之前發生很多事情的一個 反思吧 就覺得 嗯 因為其實最近 大概這一兩個月吧 其實發生蠻多事的 當然疫情是一方面 一直都還沒有結束 啊 還有就是 換工作的事情 然後另外就是 嗯 跟朋友 跟 可能會 就是 進展的一些 對象這樣 然後可能就是 就是 因為自己的個性 因為可能就是 嗯 處理的方式吧 就是 其實發生 蠻多問題 其實我一直在想說 嗯 我一直在跟我其他朋友在討論 就是 為什麼會摺 然後我 那個朋友其實他也 跟我聊到說 他遇到同樣的問題 就是 就是 就可能真的是一個人 就待太久以後 真的會有一些 就是 嗯 怎麼講 不太OK的 習慣 就是他其實我那個朋友 講到有一點我覺得 我還蠻感同身受的 就是 他說 他有一次他爸媽來他家裡 玩 他爸媽 然後就是 可能就是 開了那個 就隨便開燈嘛 然後他就開了 因為他平常不喜歡開 冷色的燈 他喜歡 不喜歡開白色的燈 他喜歡開那種 軟色的燈 像現在這個房間裡面 我也是這樣子 然後那個 然後 就是 他 爸爸來了以後 就是把那個 白色的燈打開 他就很不爽 然後他就想說 這樣子怎麼跟 怎麼能跟別人相處 連自己的 老爸都就是無法忍受 其實我想的 我也好像也有 這方面 因為我記得我上次我爸媽來玩的時候 住我家 然後就是 他們可能用了哪塊毛巾 或者是 也是 比如說開了某個燈 或者是 用了每個東西 不是我習慣的 可能我會覺得 就是 對啊 所以我覺得 如果真的自己不去做一些 改變的話 但其實講 好 就是 很容易講啦 自己可能要做一些改變 或怎麼樣 但其實真的很難 但是你不改變的話 可能真的就是 會一直是這個狀態 或者是 一直是就是 一個人的狀態 就是 可能每個人都覺得說 對方應該遷就自己 或者是說 自己不願意先去 就是 跨出那一步 但是 不跨出那一步 可能真的就是 真的就是 變成 就是一直是一個人 這樣 所以 我一直講說 我個性當中有哪些缺陷 其實 就是 我自己還覺得說 其實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是個蠻簡單的人 就是 開心也好 不開心也好 就直接就講出來 或怎麼樣 也不會就是 就直接都表現出來 可是可能當下 可能講完 或者是 發洩完 或者是怎麼樣 然後就 就沒了 就是我也不會怎麼樣 可是就是 可能在當下那個點 就是會覺得 像我見我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就是 來我家 然後 因為我稍後有一點點解僻 就是 他當時我跟他講說 一定要用這塊毛巾擦手 不能用 不要用那個毛巾 因為那個毛巾 是我洗澡用來擦身體的 我就跟他講 然後呢 他就 我不知道他是忘了還是怎麼樣 應該不是故意的啦 然後他就 好死不死 就真的就去 我跟他講說 這塊是擦手 因為他來我家很多次 然後 他就還是拿了那個 我洗澡那塊毛巾擦手 然後就超級火大 整個就是 抓狂 然後發飆 然後就是很 就當時 我怎麼用那塊毛巾 不是跟你講了嗎 然後怎麼怎麼樣 然後最後就是 鬧得很不愧愧 然後到現在 我們都還是沒有 就是 聯絡這樣 就是這麼小的一件事情 其實 最近都發生很多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會覺得 可能比較自私的來講 我覺得 你們應該很 就是知道我的個性 就是我就是 這樣子而已 我並不是真的就是 要就是 用力的責備 或者是怎麼樣 我就是當下就覺得說 怎麼這樣 可是過後其實我就沒事了 可是就是 對啊 所以我覺得 啊 我希望能通過這次旅行 就是真的 好好的就是 反思一下自己 就是 近期 或者是 甚至就是 走到現在 這段人生的 很多問題 那需要去 重新思考 或怎麼樣 啊 結果待會兒就準備再看看書 然後就可能就是 早點休息 因為其實現在已經 十點 十點多了吧 十一點了吧 快十點 對 所以我就想 明天就是起來再跟大家聊 然後呢 這次旅行 大概我會把它做成三個影片 那就大概就是 先是列車的這個部分 然後就是 明天我會去 就我最開始講的 去那個最有名的那個 世界遺產 那個 出雲大社 然後去拜拜 就是也是就是 就是祈求神靈 就是可以讓我就是 再變得就是 個性方面 然後 當天晚上我會住在 當天晚上我就住在出雲市 住一晚 然後 然後 是一個溫泉飯店很漂亮的 那 可能那會做成一個小影片 然後最後就是 因為我大概一年都沒有坐 搭飛機了 所以我這次回去 我沒有 呃 我就專門是訂機票 就是搭飛機回東京 就是沒有搭火車這樣子 那 來 過來是為了體驗做這輛火車 所以我賣火車 票 可是回去我就坐飛機 所以可能搭飛機那一段會做一個小影片 這樣子 那就希望在 啊 這個過程當中就是可以 好好的就是想想自己的問題 然後 啊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更好啦 OK 那 那個明天再見咯 我現在 準備看看說句休息了 晚安 哈囉 早安 啊 就是 昨天都沒有怎麼睡好 整個電車就是晚了現在 目前是晚了兩個多小時吧 就是 到目的地的話 比原定計的話 因為那個 昨天那個地震的影響 它有一些停電還是怎麼樣 然後 因為列車上它是沒有那個就是 火車上它是沒有餐廳或者是 有自動販賣機 但是只有賣那個什麼 一些喝的東西 可是沒有吃的 所以 就是昨天 就是你上車前 如果你要搭這輛火車 一定要提前買好 就大概只需要買今天的早餐就好 因為中午之前 今天因為延遲嘛 可是正常來講 10點就到了 所以大概就是你到了 出雲以後 還在吃午餐 你看 嗯 小孩吵死了 然後那個 對啊 差不多 中午12點多才能到吧 然後 然後 其實火車晃得還蠻厲害的耶 就是 所以其實昨天沒有睡得特別好 就是大概也是有 有些太興奮吧 所以其實沒有睡得太好 然後就 然後 而且廣播大概5點多就開始 他就說 啊我們 到哪裡了 然後列車 就是 怎麼怎麼樣 他就會一直跟你講 就在那個廣播裡面 所以就是其實也 沒有睡得太好 所以大家今天在那個 溫泉分店好好睡一下 他說現在是檢查一些信號 然後呢 他下一站會停在港山站 其實港山站正常來講 應該是5點多 6點就要到 他現在已經幾點了 反正完了兩個多小時 所以就是 也還好啦 因為其實很早 會看到一些海邊的風景 可是因為那個時候太早 很多沒有起來 那這些延遲 可能就會看到一些海邊的風景 待會兒如果有的話 那拍給大家看一下這樣 OK 那我現在吃早餐喔 待會兒再說喔 因為昨天那個地震 然後現在是延遲了三個半小時 他現在終於到了 啊 啊終於到了 終於到了 綠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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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大家都在等著下車 哈囉 哈囉 在山跑了耶 啊 終於到了耶 沒有了 真的 她在山上 海邊 稿 海邊 海邊 海边 海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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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到了 书云市 终于到了 整个电车延迟大概三个半小时 然后我就准备下车去饭店哦 哦不对 应该我先吃饭应该饿死 然后我就 待会再跟大家讲哦 拜拜